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朝时期蒙古军队经常趁秋收之际 率兵南下越过长城侵扰宁夏边民 大明王朝不得不调集军队保护老百姓 同时在大甲谷内开出了藏兵洞 出去的藏兵洞虽然只有102名兵士把守 但当小谷蒙古军队进攻的时候 民军根本不需要跟敌人发生正面冲突 借助藏兵洞的有利地形 凭借陷阱与弓箭就足以消灭来犯的骑兵 就构成这么一个从地下到地上 非常完整的立体防御过程 面对敌人突然的袭击 明朝士兵在挨近悬崖的一侧布置了很多瞭望孔 明朝士兵通过这些空洞可以观察敌情 由于洞口夹角很难被蒙古士兵发现 每个瞭望孔下面都设有少位 明朝士兵不分昼夜的守卫在这里 为了更好地发挥藏兵洞的作用 明朝守军在整个防御体系的中心地带 设立了议事厅 等战斗打响时 所有的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 小谷偷袭的失败激怒了势力强大的蒙古军队 他们准备大规模入侵 面对规模庞大的敌人 明朝士兵的秘密武器是弗朗基火炮 它可以预先装好弹药 一旦开展 弹药可以轮流发射 威力巨大 西班牙或者葡萄牙出自弗朗基 作为热兵器在明朝时候就已经有了 藏兵洞内的火炮 由专门的炮弹供给处 火药库里堆满了炮弹和火药 军队的补给在频繁的战争里尤为重要 明朝守军在洞内修筑了粮藏 地下特殊的阴干环境 使得粮食可以长期保存 我们也发现了一个小型的粮藏 里面的粮藏基本上就是一个黄米 黑就是豆子 黑就是面缝 除了粮藏 明朝士兵还修筑了火房 战斗的间隙能吃到热腾腾的饭菜 必然会大大提升士气 上吧 多年的拉锯战 藏兵洞激进失手 但当死伤惨重的蒙古士兵 终于攻入洞内 准备大肆杀戮的时候 却发现 洞内处处充满杀机 夺过了上面的暗箭机关 甚至来不及庆幸 就掉入了几米深的线坑 瞬间毙命 争持凭借这些隐蔽的武器 藏兵洞虽然数次被攻破 却始终不曾被敌人占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